半个多月过去了 今天风和日历 我们来看看山顶和下面的新的园子 有些什么样的变化 蜿豆已经成为野兔子的食物 所以呢我们也不抱什么希望 它长一点兔子就吃上一点 只有等到了山上的这些 它们喜欢的青草都长出来以后 才会放过这些豌豆 史车菊 虽然说它是我们最早种的 然后呢出苗也很快 因为这段时间还是相对温度低 也比较干旱 没有急着往上窜 这是植物天生的 看看我们的土豆 土豆长得是最旺盛的 本来呢还以为被猪拱了几颗 没想到大部分都留着 长得还挺好 这样的话我们过一段时间再给它试点肥 希望呢这片土豆能够丰收 这片兰香草呢本来它是长在那个角落的 我们当时规划着这片花田 把它移到了这个位置 然后呢这边又被黑猪拱了几颗 它很好看 紫色的花 还有一些淡淡的香味 也有点不忍心在意它了 就让它在这里自然繁衍吧 没有打理的这个田地啊 野草丛生 现在呢我从山顶的地过来 来看看我们这片新的园子 两个地方其实离的并不远 穿过一片小林子就过来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 我们把这个下面这个小菜园子围绕起来 现在到园子里面看一看 这几个菊花呢 叶子长大了一些 也稍微长高一点点 从颜色来看 它们长得还是不错的 很健康 这些韭菜 这段时间有点干了 韭菜是很吸水的 然后我种的有点稀疏 所以它们的样子还是有些细弱 山底上那个园子里的康乃勤 都被黑猪给吃了 我们又到集市上去买了10颗 它还送我一颗 长得也有点慢了 主要是因为气温还没有升到 适合快速生长的温度 要到20度以上 它们能够快速生长 然后这一片呢是菠菜 种的不多 我先试种了一下 主要还是因为气温没有上来 尝试一下 等过一段时间再多撒一些 小葱 这些小葱是在集上买的小苗 现在都立着长了 那个生菜啊 去年我剥的生菜就不成功 都没有冒出来 今年还可以哦 发芽率还挺高的 希望今天它们能够让我吃到自己种的生菜 芋头还没有出苗 剥了这么多种子 其实有些我都分不清楚 哪里种了些什么 而且这个地里面也有很多野草种子 这里种的是小甜瓜 我的百合 我的百合出了十多棵苗了 这个是我在网上买的百合那种球根 然后当时看的时候呢 觉得有点悬 后来根据有经验的人的介绍 我先进行了催芽 然后才种到地里的 这个效果还不错 原来在家里缓苗的几颗玫瑰 我都种到了这里来 有一颗白玫瑰 两颗紫玫瑰 它们在这里长得还行 现在目前来看还是很健康的 这边薄荷墙长得很好 这个薄荷不负众望啊 它们能够把这片土坡 把它牢牢的固定起来 不在雨季的时候 出现滑坡坍塌的现象 就全靠它们了 而且呢薄荷种得多的话 这片空气也很好闻 清凉的风 这片被黑色遮阳网罩着的 下边我演播了一些黄瓜苗 也种了一些花菜的蔬菜 山顶和下面这块新园子的情况 大概就是这样子 变化还是很多 呼吸着新鲜空气 吹着清凉的风 看着我们园子里的这些植物 山里的音乐 也都是最自然的音乐 风声 鸟声 花鸣 好 这些度 一分之分 一分之分 第一分之分 我们还在一起 团柄 看来 有一分之分 是 一分之分 好 这 非常尽快